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次让巴西攻守碰壁和丁霞 魏秋月之间的快攻配合也是如入无人之境 徐云丽的篮网也是如同一道铁墙 让对面的攻守宛如对墙扣球 他的三号位短平快和二号位被飞也是屡试不爽 多次和法比安娜上演正面较亮 随着严妮和徐云丽的相继退役 中国女排复攻线出现了漏洞 巴黎周期要想取得好成绩 就必须要有新长城 从训练营的人员来看 袁兴月和杨涵玉是新长城的最佳人选 袁兴月的身高达到了2米01 杨涵玉也有一米98 两人平均身高几乎已到了2米 在现代排球里 复攻的高度至关重要 即便是弹跳再好 篮网能力再强 没有高度 遇到国外球员很容易被对方抄手 纵观现在国外个队 身高接近2米的复攻虽然存在 但没有像中国女排那么的多 袁兴月之前一直被球迷称为蓝灵王 但他在2019年已经发生蜕变 蓝网和进攻都处在世界级水平 2021-2022赛季排超联赛 袁兴月在缺席第一阶段的情况下 仍能排进联赛蓝网榜前时 足以说明问题 杨涵玉和袁兴月有着同样的遭遇 一直被球迷认为蓝网能力差 但通过排斜的数据 我们可以发现 杨涵玉的蓝网也在前五之列 身高2米的袁兴月 和身高1米98的杨涵玉 一站在往前 就如同一座高峰和城墙 两人将成为新一届中国女排 最为依仗的蓝网戾气 相信在蔡斌的指导下 袁兴月和杨涵玉 极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南北长城 期待 强势崛起的新双塔 能够助力中国女排再回巅峰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